好,大家好,我是美股实战,又到我们每周的期权挑战班异动复盘的时间 今天是周四的盘后,7月6号,那本来这个视频是应该在周一周三的时候做的 但是没有个人的疏忽啊,没办法,这个录的视频没有存 但是呢我们现在重新做一遍啊,那还是一样的 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话,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或者是加入到我们交流群栏一起交流 期权或者是美股期货都可以的,还有更多信息上我们官网去获取 那我们的官网是在这里,那我们的官网REALTRAE US,大家都可以去上我们的官网去查看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内容 那这边简单一个免责生命,如果说你选择继续参加等同意上述的一些条款 那建议还是,刚刚如果说加入到我们这个期权挑战班里面的话 还是先去看一看期权挑战班的视频,那这边有个视频机的链接 密码的话在这个群里面的公告去拿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云盘 好,我们的这个云盘 那我们云盘里面有很多更新内容这边,有很多关于期权的一些东西啊 这里有这个关于期权挑战班的一些思路报告,或者说是一些文件 大家都可以去看的,然后跟期权相关的,还有这个美股的这个系列培训当中里面有一个实战期权基础跟策略 这里面有一些期权的工具跟一些期权的书籍,大家都可以去看 还有一些期权的视频啊,大家都可以去查看的 那这个云盘里面是开放给这个期权挑战班的学员,大家都可以去看的 那里面不光是美股吧,还有期权期货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内容,还有这个电子书籍 大家可以去查看,另外就是这个视频集,期权挑战班的这个视频就在这里 那现在目前里面这个视频反正就是慢慢的不断累积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看这个我们期权挑战的一些思路啊,或者说以前的一些 异动复盘的一些视频啊,那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帮助啊,那就是这个 那我们回看一下上周,其实我说了这几个 我们通常在做交易的时候,通常是希望说找到一些比较低风险的这样一些入点啊 那我们看到上周其实我提醒了这个,EWZ 啊,跟这个Netflix EWZ 跟Netflix,那当时Netflix是在150块钱以上的,然后EWZ 是在这个32块钱左右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市场的情绪啊,这个情绪是来源于这个 Pull and Call Ratio啊,那张这张图是来源于这个Sentiment Trader啊,一个一个 付费的第三方的一个数据源啊,Sentiment Trader 那它其实背后的这个原理就是Pull and Call的这样的一个 Ratio啊,那如果说看跌的人太多的话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极度消极的一个情况,那极度消极的情况就像是5月中旬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反弹 然后就像是6月中旬,中下旬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到了一个极度消极的时候 但是这里却出现了一个什么,一个正的背离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低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点啊,去抄底的这样的一个入场点 那你可以用期权,那你也可以不用期权,都没有任何的所谓 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低风险的一个抄底点啊 所以说这张图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什么时机,该去考虑这样的一个交易 然后具体的点位,你可以再去具体的去把控 那同样的道理这边,根据这个市场的Pull and Call Ratio Pull and Call Ratio,然后可以看到 Netflix是接近到什么,极端的一个optimistic 就是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极端的一个消极,然后反弹对吧 那反弹也是反弹了几块钱 如果说你是做期权的话,几块钱那已经是make a big difference 那如果说这边啊,反弹之后 到了一个极端的乐观的时候,接近到极端乐观 或接近到这个Pull and Call Ratio的阻力的时候 又roll over 下来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两支,在这一周啊,这个价钱的变化我们可以看一看啊,EWZ EWZ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六月中下群的时候在32.5左右 那这边是反弹到了34.5,那这里接近2块多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如果说你是做期权的话,两块钱的这样的反弹也是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回报啊 估计如果是Delta是0.5的话,大部分这个Delta都是在0.5左右 那两块钱应该是期权能够赚一块钱啊,一个合约那应该是赚100 一个合约应该是至少赚100,如果说你买一个合约的话啊 那这个Netflix也是,我们看到Netflix在这边反弹完之后 上来这边roll over 下来也是roll over 了十几块钱啊,roll over 了十几块钱 所以你知道在什么时候该买反弹,什么时候该,对吧,该去逢高做空 那现在这个Netflix也是接近到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地方啊,接近到非常消极的地方 我们看到很多科技股其实都接近在一个较为消极的这样一个地方 一会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会我们来看一下 对这个PlanCode的统计数据,PlanCode的统计数据在TD Sync 里面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要像这样的汇总的话,你还是要去付费第三方的这个数据 要不你自己真的是非常难搞的啊,这个数据是没有这么好去汇总的 除非说你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啊,你可以把它做的比较fancy 比较漂亮啊,一出来一目了然的,如果没有的话,还是我建议去买地方上 第三方的数据就好了,或者说直接就在群里面,有什么问题问我 或者说平时我看到比较好的这些,这些截图,或者说是一些比较好的汇总 我都会发给大家啊,那我们看到QQQ这边也是,在6月初的时候大跌 那这边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抄底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4月跟5月啊,这边都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抄底科技QQQQ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呢6月12号左右,6月9号大跌这边也是一个抄底的一个机会啊 那现在我们又是在反弹的过程当中,来到了一个接近什么optimistic的一个时候啊 就是接近过于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时候 就是买扣的人太多了啊,市场反而不涨,那很有可能就会翻车啊 这个上车的人上船的人太多了,翻车翻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这边是一个阻力,那现在在这个地方是支撑对吧 那这个地方支撑反弹,反弹之后现在又来到阻力啊,反弹之后又来到阻力 那我们看到今天科技QQQ 又是向下啊,比较偏弱 zou相差更大 但是如果说再往下的话,很快又到了一个可以,可以抄底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抄底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到从4月份以来到现在 似乎每一次都是有这样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一个交易机会的啊 都说它背后的交易机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利润空间是越来越少了啊 所以会看到这个利润空间是越来越少啊,利润空间是越来越少 那我们还得看最后这个股指是向哪一边,哪一边去走啊 这个边是石油,石油也是一样的,石油也是通过它的这个Plan Call Ratio 来看的,那这边也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 每次Spike Up到一个这个捷径到这个极端,极端的这个乐观的时候啊 就是石油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顶部,对吧 我们看到石油短期的这样的一个顶部了 那现在也是来到这个地方,石油现在短期扭转,石油短期扭转 那我们期待说下来之后这边啊,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做多机会 那这是石油,那既然提到了这个股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大股指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QQQ,那这张图是我画的比较明显几次之前下跌 然后Reversal的地方,那这边有好几个都是Bullish Reversal 就是先是一个大红棒,或者连续几天的大红棒砸下来 然后直接高空,这个跳高高开,然后不回头啊 或者说出现了这样反转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啊 这个都是非常明显的反转形态,然后去创新高,不断的走高 那现在我们看到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在6月初的时候啊 这个50天均线回测了一次,那这边出现了反转的这样的一个信号 但是却被,这边却被否认了,然后又跌回来,跌回来之后 只能确认这个下跌的趋势,因为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 Lower High,较低的这样的一个高点,那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变换了 而不像之前可能会出现更高的高点 那些趋势开始变换,而且出现了更低的低点 那如果说,就整个这个大的这个picture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乐观的方面的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这边啊,像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旗形 那这边可以当作是一个旗杆,对吧 这边可以当作是个旗形,那每次跑到这一个旗的下旗面的时候啊 似乎这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那我们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出现 那我们还得结合这个QQQ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从支撑上来讲的话,这边还是有支撑的在136左右啊 136左右也是刚好在5月份的时候测了一次 然后没有跌破,向上到新高啊 所以这边有很大的一个买这个买家的一个兴趣啊 那现在是回测到这个位置 那这边也是连续的1,2,3,4,4天守在这个位置之上啊 那如果说跌破这个位置的话,那可能就会比较难看了 那可能就比较难看了 那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bullish reversal 没有看到任何的bullish reversal 这个trend已经是开始向下了 那我们现在呃 只能是在这个趋势当中逢高做空 然后逢低看看有没有机会去买入做反弹啊 那如果说是比较灵活或者说是呃 做的比较平凡的交易的这些交易员或投资者的话 可以在上面就是呃 逢高做空啊 然后逢低的去做反弹啊 或者说这个主的节奏 主要的旋律主要的节奏还是逢高做空啊 逢高做空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呃 纳指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弱了啊 好久没有这么弱了 以前的弱势都是几天都会扭转的啊 现在已经是维持了接近啊 大半个月大半个月 那很多人说这边也可能是一个头肩顶啊 头肩顶左肩这个是头这个是右肩 那这个是颈线 那颈线现在是守住了啊 一旦跌破颈线的话那就非常麻烦了啊 比如说这个位置136这个地方跌破 那就相当麻烦啊 相当麻烦 呃就是这一个另外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方面就是今天这个 这个半导体啊 半导体芯片也是科技板块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权重的一个下板块啊 那之前也是多次的这样的反转 非常明显的这一次呢 没有出现没有没有出现明显的反转啊 那在这个趋势线这个地方守住了 你可以看到多次反转的形成的这样的趋势线 一二三四啊 在这个地方守住了 守住之后昨天是出现了一个 Bullish Engulfing 然后今天是出现了一个Doji 今天出现了一个Doji 那Doji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方向就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了啊 如果选择方向是向上的话 那说明科技跟半导体还是有这样反弹的这样的一个希望的 如果说是选择向下的话 那这边就很有可能啊 跟着纳指一起就下来了啊 跟着QQQ一起下来了 所以说这边我们还得继续的这个静观其变啊 那做多做空其实都有机会啊 做多做空就有机会 那我觉得可能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主旋率 还是逢高的去看空啊 如果说一旦跑到这些阻力位置过不去 像五十天均线啊 三四天均线啊 可能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另外再看看其他的 像这个SPY也是今天收在五十天均线以下 那也是这么多个月以来啊 算是第一次吧 从这个五月 五月中旬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收在五十天均线以下 第一次收在五十天均线以下 但其实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局来看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在三月份的时候 也是盘整了接近一个多月啊 这样的一个下调 然后最后再突破新高 那现在也是感觉在这个盘整区间内啊 并没有说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破位的这样的情况 每次砸到这个趋势线的这个地方 似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弹 反弹之后呢 过不去还得再下 那现在也是啊 感觉大的趋势没有任何的变化 整体来说还是受到纳指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今天中小盘也是啊 中小盘原来这边是突破上去了啊 突破上去了 站上去几天 但是都没有能够维持 最后又跌回来 那今天是在50天均线左右 这个地方受到一个支撑啊 那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区间里面 还是在这样大的区间里面 那这边有些人也说这边可能像是一个双顶啊 双顶 那这个标普500 有些人说是一个三重顶啊 标普500有些人说是三重顶 那这些形态都是可能的啊 都是可行的啊 但是一定要等到它最后跌破了之后啊 或者说成型之后 你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有效的啊 是否真的是有效的 你看这边啊 这个感觉像是一个左边啊 这边是一个中间 这边是右边啊 有些人说这可能头肩顶或者是三重顶 那现在是跌破跌在下面啊 跌破跌在下面啊 那明天早上非能数据 那我们看看是否会啊 否定这一次下跌 还是说继续向下啊 如果继续向下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啊 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啊 那这个道指的话还是偏强的啊 道指还是偏强的 那也是离50天均线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啊 在8天均线20天均线附近守着啊 那这边也是啊 还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 在这个区间的下跌啊 所以说各大股指之间 互相的一个牵扯啊 还是不知道 到底哪一个股指最后胜出啊 哪个股指最后胜出啊 那我们留下点时间 最后再讲这个VIX啊 我觉得VIX的话 最近也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我们先看到PPT上面的内容 我们讲完先啊 那最近也看到这个SPY 今天回落了啊 跌下来一点点啊 跌下来一点点啊 那也是接近在这一个极端的乐观的地方啊 就是反弹过程当中 如果说出现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消极 也就是说超卖的情况下啊 会有反弹啊 在下跌过程当中啊 这个出现超卖会有反弹 但是如果说下跌过程当中出现超买 或者出现过多的看涨啊 那也有可能会过不去的话 也会可能roll over 下来啊 会roll over 下来 那这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那如果再次下来极端消极的话 说不定还可以再做一次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反弹事件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反弹啊 之前反弹空间还是挺大的啊 那现在这个反弹空间这一次 然后这一次啊 感觉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 而且这个高点是越来越低了 高点是越来越低了 所以这边也是要注意一下 也是要注意一下啊 那昨天 昨天7月5号有一些异动 7月5号有一些异动 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几个质量比较高的 就相对来说金额啊 或者说这个期权的这个数量 较平均量 或者说单笔的这个金额 较平均的这样一个情况 比较异动的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汇总下来 那很多其实都是 感觉都像是冲着财报去的 因为还有接下来 接下来这两周 这个新的财报季就开启了 那很多感觉都是冲着财报去的 那很多感觉都是冲着财报去的 有一单这个ETF是这个XBI XBI 那XBI呢 它是这个深化制药的这个ETF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7月28 或者是8月份的这样的一个call 那不少其实都是out the money call 或者near the money call 那金额都还是挺大的 那最近比较敏感的 当然就是这个一改的这个投票 那我不知道一改的这个投票 是否已经是有人知道了这个提前 知道这个消息了 那如果说是一改在国庆之后 现在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什么时候会投票 感觉这个两党之间 跟这个还有这个总统之间 还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协商 那如果最后是确定出一个投票的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能基本上 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在这个参议院开始投票 那说不定生化板块在接下来的 这一个这几周 说不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生化板块这两天也是回调的 回调挺厉害的 那如果说这几单 这几个strike open interest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 也就是说这几个大单没有走的话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留下来 为了后面更长远做打算 那我们也可以考虑说是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超他们底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其他几个感觉都是冲了财报区 那这一个也是一个半导体芯片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单 中期的这样的一个买入 5000张 那平时这样的一个 平时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一个18年35Core的OI 当时才是480张 也就是10倍于这个OI open interest买入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运动 而且平时它这个成交量 其实就很小的 平时成交量就非常小的 然后突然出了这么一大笔 那也是最近半导体跌了不少 那可能有一些比较看好 某些个别公司的 这边抄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是要注意一下T.E.R. T.E.R. 然后Intel也是有人 Intel也是有人的抄底 那这个科技跟半导体在涨的时候 Intel也没怎么涨 然后在跌的时候 Intel也开始跌 那感觉昨天是有人 有这个大手笔的这样的一个切入 接近是1万手 1万手 这个35的这个Core 当时买入的价钱是在 这边应该有写 34块钱左右 34块钱左右 那当时Open interest是777 Lucky 7 Lucky 7 买了接近Half Million 那Sonic也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快餐 快餐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连锁快餐 买的时间比较长吧 那我们也可以是关注起来 金额比较大 那这个金额比较小 但是呢 虽然说金额小 但是他数量相对说 他平时的这个成交量来说 还是较大的 单比2000张 基本上就相当于说他平时的成交量 每天的这个日均量 所以说这也是算是一种异动 也算是一种异动 那我们看看今天早上 7月6号早上 7月5号的这个期权交易结束之后 Open interest的变化 Open interest变化才是我们最终的 看这个期权大单是否有入住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确定 一个confirmation 那成交量可以说是比方说我们这个OI OI是零吧 Open interest 可以说是比方说OI是零 但是你这个今天的成交量是5000 对吧 那你这个OI 你要看第二天早上的这个变化是怎么样 比方说周三的时候这个成交量是5000 然后OI是零 OI这个在平时的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是不变的 到第二天才会改变 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看这个OI是否是5000 如果这OI变成5000的话说明这5000单 这5000张是开仓的一个买入 开仓的一个买入 然后是建仓了5000首的这个5000张的这个合约 无论它是call还是put 反正这边它都已经是入住了 那只要是入住了 那就是确定了 确定了 那就是我们值得关注的 那我们看到这边 苹果还是最近跌的蛮惨的 这个苹果原来是领导者 那现在也是变成了领跌者 那我们看到这边也有不少的这个买put的行为 8月4号 那苹果8月1号是发布财报 最新的这个财报日期出来的是这样子的 买8月4号的 基本上就贴着8月1号去的 那原来的OI也是非常大 那这个也是再加一张5000 再加一张5000 那也有不少买这个看涨看反弹 那都是短期了 都是短期了 并没有说想要长期的久留这样的一个意思 都是买在财报之前 以及最近的一两周 特别是这一单是这周五的到期的 4000多帐146的这个call 那些苹果好像是143左右 所以说这些call买入进去都是非常便宜的这样的一个价钱 out of money的一个价钱 那可能也是不知道是这个机构之间的换手 还是说就是纯纯的赌一个反弹 纯纯的赌一个反弹 那我觉得可能是有这样的两种可能都有啊 机构的这样的一个换手之前的这些 这些单获利止盈或者是止损出来换手给别人 或者说他们就是买这种乐透单 非常便宜的这种call 比方说这里可能他几分钱 155的call对吧 下周到期的可能他几分钱 但如果说苹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反弹趋势的话 几分钱说不定能涨个一两分钱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乐透的这样的一个效应了 这个极少成多了 因为他这个手笔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到Facebook这边 中期的这样的一个call 中期的这样的一个call有走出来 那这个数据应该是有错 大家可以去confirm一下 但是是在18年的这个1月份的 中期的中长期的Facebook的一个call 是有流出 是有流出 然后这边也有短期的这个超反弹的流进去 也有这个pun流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感觉这个很多大的这个资金 或者大手笔的这些交易员 似乎都是对近期反弹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特别我们看到这个Amazon这边也是 那这些其实都不便宜的 别看这个手非常少 这个合约数非常的少 但是其实每一笔这边都是非常昂贵的 每一单可能都是接近half million或上百万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75的call 这边可能也是要五六块钱 七八块钱一张了 这边算下来这边也是half million 也是half million 那也有put 但是我们看到put非常的少 而且put都是较短的时间的 感觉有保护或者说有投机这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大部分来说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一个看反弹的call 所以让我们觉得说这几个科技大龙头 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想要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边银行这个是Bank America 也是看到非常大手笔的 但是也是类似于像这个Lottery Ticket 乐透的这样乐透式的这样一个大单 接近一万五千手 然后二十六个call 那这个应该也是非常便宜 几毛钱几分钱的 买这么多其实金融不大 但是数量倒是挺大 数量倒是挺大的 相对于说现在的这个OI的话 也是大概十分之一的这样的情况 大概是一分之一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看到这边也是有很多短线的 7月7号这周五 然后7月14号下周五的这些call 也有少量的put掺杂在里面 掺杂在里面 那这个call这边是减少 那这边也是有减少 但是还是有不少的call是入住进去的 买的是短线的 买的是短线的 反正这边总体来说 这几个大的权重 苹果、Facebook、Amazon 跟这个Bank America 似乎都是有这样短线的一个看涨情绪 看反弹的情绪 然后另外就是AMD 这个大家最喜欢的AMD 动动也是非常强 非常的抗跌 这两天 这两天市场整体来说 都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 AMD反而是涨了不少 而且也非常的抗跌 也非常的抗跌 最后市场是收低 但是AMD 却是收在较高的这样的位置 所以让我们觉得AMD 这边也是有非常大的这样的 那这边明显的是 July的15call 月期权是有不少的 这个期权流出 大单roll out 流出来了 那不知道它是否会有转到 roll up to 就是转上去8月份 还是转上去9月份 这边没有看到任何的异动 那可能就是一个止盈 一个profit taking 那这边也有一些put 短期的一些put 但是还是call 赚主动 还是call赚主动 特别是这一个 14的call 15000张 然后是在7月7号 这周五的 那也算是一个乐透call 不是很贵 应该这周五到七 可能就剩下一毛钱 两毛钱了 非常便宜的 如果说明天AMD 再涨个几毛钱的话 那这张call 那可能还是会有不错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的 那我们看中间 中间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星期三的这个异动 7月5号的异动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Sonic这单进来了 然后这个TER也是进来了 然后这个CTL也是进来了 还有这个QRVO 还有这个深化的ETF XBI 这都进来了 我们看到这几单 刚刚这些移动的这些被截获的这些数据 看到这边这几单 好多单都是已经是显现在 这个open interest的这个变化里面 open interest的变化里面 那这边有几个是没有显现出来的 一个是K 一个是HBI 都是PUD 然后还有Master 那Mastercard 这个信用卡公司 也会在7月底发布财报 那这个感觉也是冲着财报去的 基本上现在OI的Ebay 买入125个call 可以关注一下 那这边又有一个 叫长期的一个买入 这个Huan 这个NUAN 那这个是做语音 语音智能的 做这个语音智能的 像我们平时用的这个Siri iPhone里面的Siri 好像跟它使用挺大的关系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公司 感觉是有很大前景 人工智能化 或者是语音智能化 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公司也是有一定的成长性的 这个业绩跟这个美股盈利 也是有一定成长性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 财报具体时间我没有查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 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 那这个平时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基本上都是财报当天涨 财报前后这个财报之后涨 财报前后基本上 财报前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动静 或者说没有发布财报的时候 没什么太大动静 发布财报之后反而这个涨的比较凶 或者说直接跳红高开 直接跳红高开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一个 我们看看这个 这公司我之前还是对它基本上 有些研究 我们可以顺便看一下 NUAN NUAN最近也是跌的比较惨 8月14号发布财报 那我们看到大单买的是10月 跟明年1月份 那也是这个较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入住 那每次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财报涨 涨完之后呢 又跌回来 跌回来又涨 跌回来 那现在跌回来 跌回到原来这一个地方 17块左右 这边原来突破的地方 那现在是否站稳之后 到这个8月初的8月中旬的这个财报 又跟着向上涨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 这可能还是有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那这边明显是这边 开始有点稳定下来了 找到支撑的这样的感觉 找到支撑这样的感觉 200天均线也是不断的再往上走 200天均线也不断再往上走 最好是这边盘整一下 等待200天均线之后碰一下 再往上走 那可能这是更好的一个剧本 那如果说有中期的大单入驻的话 我们还是关注一下 这个换HUAN 再看今天 今天周四7月6号的以前移动AMD再次上榜 那今天这一个单是在这个交易所 或者说在这个市场盘面上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惊动的 有一个trader买了2000手 当然我们还得明天确认一下这个2000手是否在OI上面有变化 是否在OI上面有变化 那买的时候当时的这个OI应该是这边 这个时候是这个 3800左右 那我们看看明天是否会变成23000多或24000多 因为还有其他成交量 我们看看是否变成20000多了 如果变成20000多的话 说明这个是已经买入入住进去了 买了8月的17的call 那现在AMD还没到14块钱 还没到14块钱 在13块钱左右 那买的时候是直接的ask price 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是交易所 这个是交易所 PHLX有很多不同的交易所 有不同的这个订单的类型 IV也是非常的高 IV tile是在历史的这个IV的这个 排行里面是排在84% 84%的 也就是说这个IV现在是去到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说明市场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 对待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期望 很高的波动这样的一个期望 那买入价钱是在13块1毛6 13块1毛6 金额也是接近1 million 接近1 million 要用大手笔吧 主动的一个买入 明天看看OI是否确认 如果OI确认的话 那这一单AMD在8月之前 8月月期权到期之前要涨到17块4毛4 它可能才是保本的 那现在AMD在13块钱左右 也就是说还有4块多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给它一个多月 是否能涨到那里呢 当然这一个多月过程当中AMD会发布一次财报 那也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 另外这个BUD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啤酒公司 没有记住应该是百威的这个母公司 BUD 如果说我有说错的话 这个更正一下我 这个有时候代码太多 有时候会计混 那这边还有一个CDNS 不是很熟悉 感觉也是冲着财报去 这边还有一个买19年的 像这样的单比较大金额的 而且又是非常昂贵的 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入住 感觉就是直接的强行的一个 霸王强上弓的这样的一个入住式的一个大单 而且买的时间非常长 基本上就是在里面他做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花了1.1一个million 入长期的入住在里面了 感觉他是不可能 短期来说他是不可能这个离场的 毕竟这个时间非常的长 他是长期做好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打算 那通常像这样的单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些 怎么说呢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 大起大落的 因为这个有一年多的一个时间嘛 那说不定会有一些大跌 或财报大跌 那也是非常好的抄底的机会 当然前提是他们只要他们不跑 只要大单不跑 我们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心 因为他们花了一点多个million进去 肯定是有一定的把握的 那我们就是要对我们的交易风险 跟实际上的一个把控 那如果说有非常好的机会的话 还是以小多大用这个期权 我觉得他们肯花1.11个million 我们花个几百块钱 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说不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回报 那这边Brockham也是一个半导体 那刚刚我其实也提到了 SMH今天是相对较强的 对吧 SMH今天是相对较强的 那收了一个Doji 看明天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那我们看到AMD也是半导体里面的 然后这个Brockham也是半导体里面的一个权重 那今天也是有这样短期的一个月期权 金额其实不大 但是每一单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 每一单是5块1 5块1 主动的这样的一个买入 时间也不长 7月的月期权21号到期的 那感觉这边今天的几个会 移动汇总短期来说感觉好像这个Semi 这个Semiconductor半导体是占了很大的一个版面 一个头条的版面 另外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我刚刚说留点时间 我们看看这个VIX 刚刚我说了几大骨子 对吧 那我们看到VIX 其实也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异动 就是盘中很多的人是买入了这个 我们看看这边 买入了这个Near the money 或是In the money 我们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交情况 这个VIX的话今天call and put 今天的call and put 总共是接近200k 接近200k 20万 接近200k 20万 看到这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大单的这样的一个汇总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按这个数量来算的话 还好 我们看按金额来算的话 我记得有一些是买了很贵的一些单在 应该是这个吧 我看到这里 买的是18年的 18年的1月份的 然后买的是1块钱的stripe the call 哈哈哈 1块钱stripe the call 那基本上这个Delta是1了 基本上这个Delta是1了 那基本上也就是VIX涨1块钱 它也会涨1块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期权的价钱是非常便宜的 我看到这里好多是分批买入的 这边你可以看到分批买入的 我不知道应该是可能是市价成交的吧 市价成交成交价钱应该是在10块7左右 9块5毛5买入的 9块5毛5买入 那当时是应该是用这个big price买入的 big price买入 那也有这边换手的 感觉这边好像是机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敲 感觉像是这样的一个对敲 但是我们也是不容忽视啊 很多人就突然的想要买入这个VIX 这个UVXY 而且买的是18年的快钱的stripe的这个call 以这个非常便宜的价钱买入 那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VIX没有太大动作的话 都是会不断的被耗损的啊 所以说这个期权金也会随着时间 随着这个价钱 VIX的价钱耗损啊 所以说双重的耗损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把握的话 我相信他不会买这么多 我相信不会他买这么多 因为很明显他这边是分了几单去买的 分开了几单去买的 分开了几单去买的 那么看这边也有一个spread 也有一个spread 这边买了500500的这样的一个spread 500的这样的一个spread 可能是一个push spread 反正是一个push spread 一个combo这样的一个组合 combo这样的一个组合 那可能是sell这个push spread 可能也是看涨 看涨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那具体还得看明天的这个open interest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很多是买的是18年的1月份 我们看到这边 应该是把这个打开 这边啊 6000首 6000首的成交量 6000张的这个成交量 open interest是2000多 一块钱的这个strike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那看到明天的这个open interest的变化 就知道了今天到底有多少手入住了 多少手入住了 好 那这是vix的期权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异动 那如果说vix一旦起来的话 会对股指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vix的话 从5分钟图来看的话 这边在上周 这个突然的一个走高 那我们这边市盘群是有抓到这一波 那下来之后 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反转 非常好的一个反转 通过这个Bollinger Band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Bollinger Band这样的关系 因为vix每次跑到Bollinger Band上沿 这个出到上沿以外的时候 遇到50天均线 50天均线阻力的时候 或者遇到其他均线阻力的时候 一旦出现反转的话 那是非常好的做多机会 所以说上周有非常好的做多机会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vix 跌下来之后呢 却没有再去创新低 我们看到之前跌下来创新低 跌下来创新低 这边好几次跌下来创新低 那这次并没有跌下来创新低 反而不断的出现这样的一个 higher high higher low这样的一个情况 收盘的这个高点不断的在抬高 所以这里是让我有一点点担忧的 这里是让我有点担忧的 但是现在我们又来到了波伦局盘的上沿 那我们说过波伦局盘上沿 就要小心vix会反转 也就是市场很有可能会反弹 市场可能会反弹 那我们多次看到uvxy 来到波伦局盘上沿的时候 都是碰到天花板了就跌下来了 那这次50天均线再上 那我觉得再往上走的话 可能有可能又会碰到天花板 因为vix站上波伦局盘 然后持续在那波伦局盘之上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还是非常少的 有是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很难维持 很难维持 所以这边我们也是要考虑说 vix短期起来之后 是否会市场会出现短期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这样的情况 但是vix如果说反弹完了 这个vix如果跌下来之后 找到了再次找到这一个holding的时候 再次找到这个根基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再次入手 再次入手 因为我觉得这边这个 这个这个 波伦局盘现在是非常窄的 波伦局盘是非常窄 大概两块钱加那个幅度 如果说这边上去一下 然后再下来 很有可能会把这个波伦局盘给你打开 波伦局盘给你打开 打开之后呢 这个就有空间向上 这个就有空间向上 那我们等待这个vix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vix本来 这边就是两倍的杠杆 加上期权的杠杆 我觉得还是非常刺激的一个品种 大家一定要慎用 但是我觉得用的好的话 这边还是有非常好的 这样理想博大的这样的机会 另外我们看看 QQQ其实也来到了波伦局盘的下野 这边通常来说 之前都是有反弹的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各大股指感觉从技术形态来说 有点超跌啊 包括这个标普500也是 IWM也是来到波伦局盘下野 那这边其实就是set up for a reversal on the vix 或者说一个短期的反弹 on各大index 各大index 然后特别是道指还是这么强的情况下 说不定道指明天是领导者 然后其他的股指跟着反弹 其他股指跟着反弹 所以还是注意这个短期反弹的机会 然后就是vix 回调之后再次买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再次买入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 那其实我还想再说另外一支股票就是Tesla Tesla 那Tesla也是这边是跌穿了Bollinger Band 然后 没有跌穿了各大均线 但没有跌穿Bollinger Band 然后跑到这个应该是Bollinger Band 下沿接近在这个位置 今天不好意思 已经跌穿了Bollinger Band 这个线太多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VM VM 我换成这样的一个图 可能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个是year to date的这样的一个VM 就是从1月1号开始 1月3号 今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平均成本线 大概就是在302这个位置 那我期待Tesla会在这个地方找到它的根基 找到它的根基 另外 我们还可以再从其他几种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Fibonacci 这一个relationship 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比方说吧 我们从这个weekly chart来看 weekly chart来看 因为他们的回调呢 往往都是有定的规律的 也就是说从这个高点的回调 到这个低点的回调 这个回调的幅度 应该是等于这个高点到这个回调的 应该等于这个高点到这一段回调 那什么时候到回调到底呢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换到一个干净的一张图上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张图上 我们用这个Fibonacci数据来看一下 好,那我们看看啊 那我们找几个 比方说这个回调好了 这个高点的回调 这个高点回调到这个低点 然后影射出来这个高点 那这个方法可以应用于到各种股票 各种品种都可以的 都是有效的 特别是这种越大的公司 越大的股票可能会更有效 我们看到这一个高点到这个低点 影射出来这一个高点 可能潜在回调目标是去到100 100就是刚好是276 276 那276这边我们记下来 刚好也是原来突破的这个地方 刚好也是原来突破 这个multi-year的这样的一个base 一个高点的这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点位 那当然一般来说回测到160 回测到61.8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支撑的 但我们可以看到明显我们把 这个61.8的这个319块钱这个地方给击穿了 那击穿之后我们再看一看 从这个高点 如果我们从这个高点啊 画到这一个低点 这个高点画到这个低点 然后再影射这一次高点下来的 这样的一个价钱 对准一下啊 给这个高点下来的价钱 那这个高点下来的价钱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241 这是100的这个retracement 那我就觉得说回测到这里的话 是有点恐怖的啊 刚好也是什么 刚好恰恰巧也是这一次回踩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这242左右 然后如果说回到61.8 61.8也是297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的这样的位置297 314明显是被击穿了 3144明显被击穿了 那297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支撑位置 那我们再看看这一次啊 从这一次高点回踩到这一次低点 也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swing high 到swing low的这样的一个影射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影射呢 影射出来这个回调 影射出这一次回调 潜在可能会去到295 295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重复了 开始有重复了 那我觉得支撑区域很明显就是在295到297 再往下的话是276 或者说极限情况可以去到242 那如果说想抄底的话 我觉得在295 297这个位置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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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回到日图上 我确认一下看是否是这个准确的 好 这边 这个高点 然后到这边这个应该是这个是低点 对 这边这个是低点 然后影射出来这个位置到这个高点 那对 就是这个位置 295 296 297 那我们就姑且把它定为295好了 295好了 那我觉得295 这个位置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当然这个位置可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这样的一个准确 刚好达到这里就到底了 那可能会上下有几块钱的这样的误差 有几块钱的误差 那我觉得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 值得我们去短期抄底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我们看到短期Tesla这一周已经是跌了15%了 从高点跌下来 从高点跌下来跌了15%了 跌了百分之接近20了 从最高点如果跌下来的话 对跌近20%了 那如果说短期来说 虽然说Tesla之前在去年底到现在是翻倍了 但是短期跌下来20% 其实也是较大幅度的这样的回调 那中长期我觉得Tesla还是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它还是在不断的侵蚀这个奢侈品 这个汽车行业的这个市场份额的 特别是像什么Porch或者是奥迪宝马 那这些销售都是不断的在北美是在下降的 那反而反观而知这个Tesla这个出货 虽然说不及预期啊 但是它确实不断的在增长 确实不断的在增长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份额不断的这个奢侈品的这个市场份额 这个车这个奢侈车的这个市场份额不断被Tesla在侵蚀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Tesla未来成长的一个动力吧 那从技术面来说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分析找寻最好的一个点位 那295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Ideal Buy Point 295 这边也是很多人问到顺便是分享一下 好那今天大概就讲那么多 这边是顺便再插一个广告 我们马上截止的这个石盘群的这个学员啊 这个年学员夏日这个国庆优惠原价1588 现在只需1288 有大概这个名额其实已经超了啊 但是如果说大家如果在这个7月9号之前 报名加入的话都算有效 可以绑定加入学员的四大石盘群组 包括股票跟这个期权期货 石盘群还有交易提示群 所有的这个交易提示 具体的交易出入点位仓位跟计划 都是在交易提示群发布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盘后培训群 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美股的问题 培训互相学习啊 那我们的这个培训跟石盘时操 是相互相成的 缺一不可的啊 那你可以参加我们的石盘群啊 同时呢也可以同时接受 我们的这个盘后培训 或者盘中的一些相互学习的一个机会啊 你可以回看我们之前的一些系列的视频 跟这个名盘的这个资料 那刚刚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遍 这边我们就不多没罪了啊 那也是再次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 期权挑战班 这个移动的一个复盘啊 那我们下一周再见 下一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